每日农金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农金栏目 我是黎冰 今天咱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去探访一群美丽的七彩山鸡 据说这一群美丽的七彩山鸡 那可是身价不菲 享受着极高的生活待遇 它们不仅伙食是高标准的 还有水果配餐 那有人问了 它们凭什么能够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 常言说的好 无功不受禄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广告之后 我们就近山去打探打探 每日农金网络还选 最受观众喜爱的魅力农产品活动正在进行中 11月份第三周的周冠军结果 已经公布在屏幕下方 那么恭喜他们 同时也欢迎您每天能够继续通过 我们栏目的官方微信 来投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农产品 我们常说面对同样的题材 不同的记者会有不同的采访风格 有直奔主题的 有旁敲侧击的 有开门见山的 当然也有趋近通优的 那接着这文刚是明明要去采访山击 确实说起了鸭子 不知道它这又是什么路数 双园是湖南省楼底市双丰县的一个小村落 这里水资源丰富 山区面积大 人烟稀少 然而就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之中 却住着一户神秘的养鸡人 欲看稀罕者 就得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苦其心智 要不你不费这劲 你看不着好东西 等会 听见了吗 什么声音 外语 这听得还挺认真 你说他们想过四六级怎么着 不过我对这没兴趣 你想现在有些词我还不知道 您这是在干嘛 您好 是这样 我们是美日农经的记者 这回来就是想到您这参观参观 美日农经的记者 我们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是吧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 你们这养的好像是山鸡 我们这是美国七彩山鸡 美国七彩山鸡 那您干嘛还弄一大喇叭教他们英语 因为他是美国来的 我们竟然找到了个家的感觉 早一点适应这个环境 听起来这主意还不错 关键是他们听得懂 他们估计听不懂 你听不懂那不成龙子耳朵摆设了吗 而且有效果吗 他们听不懂得懂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的艳人水分店就见长了 那这样您给我们来一句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best 还行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最喜欢吃什么 十二 这个 你还是跟他们说吧 每天给鸡听英语 你说稀奇不稀奇 为了给鸡创造家乡的气息 养殖户还真是煞费苦心 可这英语 山鸡到底听不听得懂呢 甭管它放的是英语还是汉语 它对鸡来讲 它也听不懂 就跟我们说对牛弹琴一样 对它来讲就是一个声音 其实小曾也知道 这鸡大概听不懂英语 但是在这山里养鸡 放放英语 自己也能学习学习 其实这美国七彩山鸡 并不是啥新品种 就是我国的环景质 在飘洋到美国后 引回国内的新名字 您瞧他们有些色彩斑斓 而有些却颜色单一 这可不是品种差异 而是性别不一 那这山鸡究竟有啥特点 文刚决定武装上阵 亲自抓之山鸡 这公寓扇骑士 必先利息器 不是有那么句话 一寸长来一寸强 我跟您说 就有这根杆子在手 什么样的鸡 我都能给它扣着 来 不行这个 还是您来吧 我心软 我下不去手 再说了 你们这儿吧 我这网 我施展不开 太限制我发挥了 来 您来 我们经常用这个 一下这个位置抓到 小曾还真是身手敏捷 出手不凡呢 文刚啊文刚 你可得加强锻炼了 来 来 来 我看看 把那漂亮的给我拿着 漂亮啊 我看区别还真是蛮大的 你看这个是母鸡 这个是公鸡 它母鸡它的颜色 不相当单一 这个公鸡的颜色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叫七彩山鸡 哦 七彩山鸡 那就应该是七种颜色了 我得数数啊 你瞧这个是红色的 后边是黑色的 蓝色的 白色的 你瞧黄色的 褐色的 藕合色的 我觉得还不止七种颜色的 你看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的眼睛 这个母鸡的眼睛 是那个褐色的 这个公鸡的是黄色的 你看它那个尾巴 那个公鸡的尾巴要稍微长一点 这个母鸡的稍微短一点点 跟母山鸡相比 公山鸡英姿萨爽 更具观赏性 因此常拿它制作山鸡标本 当然这七彩山鸡啊 也是名贵的野味真型 在鸡舍里转了两圈 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太合群的家伙 您别误会 这呀不是山鸡 而是火鸡 可是为啥要在这山鸡群里 养一只火鸡呢 这个火鸡是我们那个野鸡的保镖 原来小曾的养鸡场 身处山林之中 天空中常有老鹰盘旋 鹰可是山鸡的天敌 而火鸡在受到威胁时 会展开尾羽 并发出急促的咯咯的叫声 使得老鹰不敢轻易接近 除了老鹰 树林里还有蛇 狐狸出没 那么到了晚上 山鸡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文刚决定去瞧一瞧 黑夜有庇护所 白天有保镖守护 山鸡的安全问题自然是不用愁 其实山鸡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 对养殖环境并不挑剔 既然是这样 养殖户为啥还要将鸡场 建在这里呢 养殖户告诉我们 秘密就在这村落外的山林中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双元村几乎每家每户 都在山地里种植了柚子柑橘等果树 这些水果是那个年代村里日常食物的重要来源 而现在早已过了采摘的季节 这些水果却掉落一地 无人问津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柚子品质的不那么好 我们自己要吃那个水果 我们都自己到外面吃嘛 这些麦香口感都不太好的水果 村民都不愿意去吃 就更别说麦了 因此这些果树也就无人打理 久而久之 这些落果可是成了村民的一块心病 麦香变地的烂的地里 我们拿着它很头疼 然而这些让村民头疼的水果 在养殖户看来 却是不要钱的宝贝 每隔三五天 小曾夫妇就分头到地里去捡些水果 养殖户摇动树干 让柚子掉落下来以方便捡食 您瞧 这些掉下来的柚子 有不少看起来还算新鲜 那这没人要的柚子 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 这么酸啊 酸 多嚼两下的话就苦味都出来了 跟咱们平时买那个口感啊 真的区别还挺大的 尽管味道一般 但柚子保鲜膝肠不易腐烂 因此在这个季节是为山鸡的首选 一会儿的功夫老刘就捡好了一麻袋的柚子 而在另一边 忙碌的小曾也收获了满满一桶的柑橘 回到家里 夫妻俩还要抓紧时间再认真筛选一遍水果 因为我们这个水果运回来呢 一次运了很多 所以到我们胃的时候呢 肯定会坏掉一些泡 我们就说一件美的都要给它检查一次 挑剪好的水果运到鸡舍后 仍不能直接投胃 而是要像这样 一个个将它们穿在一起 然后高高挂起 这一串串水果在凌空摆动 还真有点意思 那养殖户这究竟是要干啥呢 您别心急 让小曾把白菜也挂上 好戏啊 马上就要登场 怎么样 这场景您肯定没见过吧 不过热闹归热闹 那把蔬菜水果都掉起来 究竟有啥作用呢 他爱吃的东西 把它掉起来 把这水果掉起来以后 他想吃 他就得蹦起来吃 这对他锻炼他的腿部肌肉 还是有很大的好处 您瞧 山鸡你来我往 吃得津津有味 看来水果还真合他们的胃口 其实用水果喂山鸡 对山鸡有不少的好处 水果呢 咱们大家都知道 它里头呢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 另外还有一些糖分 山鸡它吃了这个水果以后 它就能补充这些个营养元素 叫它呢 更健康 您听听 这山鸡吃水果 好处还真不少 吃了水果的山鸡 胃口也特别好 除了每天的水果蔬菜外 还要吃上一两的玉米饲料 吃得多排得自然也不少 那这一年下来 鸡盆里累积的粪便 可是会影响下一批山鸡的健康啊 然而这个问题 小曾却早有妙招 我们就把它这个鸡盆子 用来种上菜 那个菜呢 就可以吸收我们那个鸡盆里面 那个肥料 还是种出来的菜 非常的繁保的 给鸡吃的话呢 减少了它那个饲料 降低了那个成本 记者算了笔账 每只山鸡每天的粗饲料成本 约为一毛钱 而蔬菜水果几乎是零成本 按小曾养殖山鸡 两年的出篮时间算 美食鸡只要不到八十元 就能每天享受这些豪华大餐了 那如此待遇养殖的山鸡 这鸡肉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这道菜上来了 它有个名字 叫尖椒焖鸡 跟咱们北方这个做法不太一样 您看 有湖南的尖椒 辣椒 还有这个姜片 咱们先尝尝这滋味 它这个鸡肉 很紧实 因为它的个很小 跟咱们家鸡没法比 所以它不能痛快的大快朵鸡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这么慢慢扎 而且它又结合了当地湖南的这么一种香辣的口感 所以说意味深长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特别饿的时候 还真不能选择它 因为吃的不痛快 但是重口难调 这就好比咱们北方 有人喜欢大口的吃羊腿 那就有人选择羊蝎子 您说呢 这样一道尖椒焖闷山鸡 在楼底市当地的酒店要300多元一份 尽管价格不低 但仍有不少消费者前来尝鲜 除此之外 辣子山鸡 老汤蒜山鸡 同样深受消费者青睐 这个肉非常鲜美 非常的入味 味道很香 还有口感非常好 感觉这个野鸡的话吃起来还是比家鸡要香很多 这个山鸡推出来以后呢 骨盖反应都非常好 因为供应有限 每一个墨镜我们就是上14世纪的那个小量 据了解 山鸡肉中蛋白质含量高达30% 是普通鸡肉猪肉的两倍 而脂肪含量仅为0.9% 是普通鸡肉的十分之一 猪肉的三十九分之一 山鸡肉还含有18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即钙 钠 针 等多种微量元素 本草纲目记载 山鸡补气穴 永健肥润 止泻力 除酒变 看来常吃山鸡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现在小增养殖的山鸡在双峰县已小有名气 经常有人上门采购山鸡 来120只 我家里有个农家院 这个鸡啊 消费者比较喜欢 目前小增的养殖厂 每年能出栏商品山鸡近2000余 由于养殖的成本相对较低 它每年都能有不错的收益 除掉那个成本 飼料啊 还有人工的话 大概全利润达到二十几万块钱的样子 看完这期节目 您对这个七彩山鸡感兴趣吗 可别生搬硬套啊 人家喂水果 您倒是也喂水果 那要是没水果 您还不养鸡了 他们这儿啊 其实是因地制衣就地取材 利用天然的这些资源 把养殖成本给降下来了 养殖成本降下来 可人家鸡的品质没下降 如果您当地啊 也出产水果 而且这些水果啊 品质还特别好 您可别拿来不及啊 高待遇未必呢 就是高成本 比如说啊 在海边享受这海域啊 待遇虽然高 但是成本呢 其实并不高 要是反过来啊 在这山里头享受海味 在海边呢 享受山珍 那成本肯定得高 那今天我们看到 在花果山里头养山鸡 淘汰的水果啊 就足够山鸡享用的了 这种低成本的高待遇 势必会带来较高的收益 这就是资源合理配置的魅力所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会 别忘了 每日农金网络 海选最受观众 喜爱的魅力农产品活动 依然在进行当中啊 欢迎您每天通过 我们栏目的官方微信 来投票选出 您最喜爱的农产品 打开小小红松塔 松子儿虽小收益大 品尝鲜美小松人 价高全品品质佳 每日农金栏目下期播出